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决定骗到500万就收手 刚立完小目标 我爸却让我发语音 我吓得在群里大喊 招聘能配中年女生的播音专业同学一名 可提供实习证明 校草应聘真的能提供实习证明 萍萍 哥想你了 点开微信语音条 中年男人粗犷油腻的声音传来 我差点吐出昨天吃的大米饭 发信息给我的不是别人 正是我的亲爸 我和我爸往恋爱快一年了 他口中的萍萍是我精心编造的谎言 四十岁死了丈夫 独自照顾生病女儿的可怜中年女人 寂寞脆弱 却又善解人意 既能满足他的大男子主义 也能满足他的虚荣心 诚哥 人家也想你了 忍着恶心 我闲熟地打字回过去 顺带发了三朵红玫瑰 萍萍 照顾女儿你辛苦了 要不我去帮帮你 糟老头子坏得很 变着法子想见我 我像以往一样找借口拒绝 不行啊 诚哥 我女儿的病情有些恶化 我不想因为你来太高兴而分心 我爸心软了 我承认你的小花招 成功勾引到我了 下不为例 在一番腻歪后 我发了个难过的表情 他立刻问 我的心肝小宝贝 怎么了 我道 没什么 只是想到自己 好久没买新衣服了 没过几分钟 手机突然跳出一条信息 支付宝到账三万元 我爸语气温柔地叮嘱我 平平你总是让哥心疼 照顾别人的同时 不要忘了照顾你自己 他会心疼一个 从来没见过面的女人 却从不心疼我和我妈 我妈省吃俭用为家里存钱 而他用我妈舍不得花的钱 在外面大手大脚养别的女人 被发现出轨后 他在我高三这种关键时刻 大骂我妈生不出儿子 我是个赔钱货 甚至拳打脚踢地 将我和我妈赶出了家门 虽然后来我妈和他离了婚 可天寒地冻的冬天 我们身无分文 睡在桥洞的那个夜晚 我到现在都无法忘记 因此骗他钱财和感情的事 我没有任何愧疚 反而觉得异常畅快 夜晚总是寂寞的 尤其是我爸这种搔断腿的 平平 咱们认识一年了 你只给我看照片 连个视频都没和我打过 你起码让哥哥听听你撒娇的声音吧 照片是我在网上随便找的 一打视频那肯定露线 我的声音我爸熟悉 而且一听 就不是中年女人该有的声线 没办法了 只能先画个大饼试试 我回复他 人家是想当面和你撒娇 在网上留点神秘感吗 懂女儿病好了 我们就见面好不好 我爸发来的语音明显不高兴了 不行 我得确认你不是男人装的 你今天必须给我听听声音 这次没有像以往一样搪塞过去 看来这老家伙开始怀疑了 我掏出平板 慌忙在学校大群里发消息 急 急 急 诚心找 能配中年女生的播音专业同学一名 需要能长期合作 一分钟过去了 无人理我 时间不等人 我灵光一闪赶紧又加了一句 招聘能配中年女生的播音专业同学一名 可提供实习证明 没过几秒 我的QQ传来了家好友的咳嗽声 备注上写着播音主持1803班雨晨 这名字有点耳熟 我却没想起在哪听过 我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 雨晨开门见山地问 你好 我来问问配音的是 真的能提供实习证明 正常来说 应该先问报酬吧 网上说的没错 实习证明和学分 果然是大学生的诱补力气 我哭笑不得地回道 真的能 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哈 他放心了 请了你这边要配的是什么 我要是告诉他是用来骗人 他肯定不干 但还好我是学戏剧文学的 我随口编道 我要写个剧本 怎么都找不到感觉 所以你按照我发你的东西 用手机读出来就行 那么简单 我爸见我这边半天没回信息 已经七级败坏地 认为自己被骗了 几十条语音发过来 我随即点开一条 刺耳的辱骂声 吓得我差点扔出手机 我赶紧给雨晨发药配的内容 用骄俏带着歉意的语气读 诚哥对不起 我女儿刚当一直吐 医生在这边想办法 我一时间忘了帝你回消息 这条消息一发过去 雨晨默默撤回了 上调的那么简单 对话框的正在输入 反复出现好几遍 最后化为了一串省略号 他半天没有动静 我忐忑地问 雨晨同学 你不会不干了吧 这次他回得很快 为了实习证明 我干 过了几分钟 他发来一条十几秒的语音 我点开播放 中年女人半是歉意 又半是讨好的妩媚声线 酥得我头皮发麻 我甚至开始好奇 他原来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反复又听了几遍后 我面红耳赤地夸道 同学牛 他发来一个上调的表情包 他说 想死 室友以为我在装女人网恋 他室友说的还真准 看得出他很排斥装女人网恋 要是他知道自己 在帮我和别人网恋 肯定会想杀了我 可我报复我爸的计划 刚进行到一半 实在无法收手 不能告诉他真相 我心里还是很愧疚的 我主动问他 实习证明 你需要多长时间 雨晨严谨一该 半年就好 亲戚在外地开了家小公司 这是对我来说不难 我答应下来后 有些好笑的又问 你怎么到现在 没问酬劳的事啊 他回我 忘了 我一阵沉默后 打字过去 五千包月可以吗 他略微有些惊讶 那么有钱 同学 实话实说吧 你是不是干了 什么犯法的事 我左右看了看 确定他没在我身边 装监控 心虚回到 宝 这可不新说了 他发了一串 哈哈 我开玩笑呢 谢谢老板 和他谈妥后 我用手机将平板上的话 录完 发给我爸 我爸听到语音 翻脸比翻书还快 平平 你真是割得心 割得干 割得宝贝蛋 割怎么爱你都爱不够 木啊木啊木啊 他的语气温柔的 快要滴出水了 可是却带着甩不掉的油腻 真让人窒息 我恶心地将手机扔到床上 想到他的声音是从我手机里传出来的 我觉得手机都染上脏东西 为了骗我爸 我忍受了太多痛苦 我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在心里默念一百遍 赚他的钱 是我活该的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我爸除了和我聊天 就是缠着我发语音 给他听 对话框中 雨晨尽职尽责地 配好了许多 诚哥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 就是有你的存在 哥 有毛病吧 长那么帅 哥哥美得像朵花 我弹起了心爱的土琵琶 雨晨受不了了 他问 欧文同学 你到底在写什么 写 知道我的名字以后 连老板都不叫了 美女的事情你少管 他带着笑意 用自己的声音说 同学 做人最好不要太变态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他原来的声音 属于少年人 清澈明朗的 我的心 在听到的那一刻起 控制不住地荡起连衣 连带着耳根 都染上红韵 做人不要太变态 在点了十几次后 我发出像变态一样的笑声 嘿嘿 雨晨同学 他在夸我变态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到了 要期末考试的日子 我忙得团团转 根本没空糊弄我爸 所以 我以女儿病情恶化 没办法上网地说辞 决定断连几天 雨晨那边接不到 我要配音的指令 竟然有些急了 郭文同学 还有要配的东西吗 因为怕雨晨撂挑子不干 我早就把第一个月的五千块 打给了她 可能是不好意思拿钱不做事 这几天没有任务 她几乎隔几个小时 就要来问我一遍 暂时没有 需要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的 给她回信息时 我控制不住地翘起嘴角 如果没有老师在台上讲课 我笑得肯定会更猖狂 和雨晨偶尔的聊天中 我总是会带着她的声音 脑部荧幕那边她的长相 以及她会出现的表情 以至于我有些理解了 我爸为什么会迷恋上我 塑造出来的瓶瓶 其实网恋只不过是 人们喜欢上了 想象中的那个人而已 幻想很容易会被现实打破 因为这样 才有很多人网恋见面后 才再也没有联系了吧 我正在心里感慨 是有好奇地探头过来 扫了一眼我的聊天界面 她震惊地捂住嘴巴看着我 聊天界面上 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我一头雾水 怎么了 她满脸八卦道 欧文 你和校草谈恋爱了 我从她的话里捕捉到重点 随后指着手机被注问 播音1803班雨晨 她是我们学校的校草 不会吧 是有不敢置信地瞥了我一眼 你居然不知道 雨晨今年大四 这校草她都当了四年了 至今没人能超越她的长相 没骗我爸以前 我连饭都吃不起 只能一有空就出去打工正学费 学校里的八卦我知道的很少 听见她的夸张描述 我对会配家自音的校草雨晨 更加愧疚 更加好奇了 室友叹了口气 还以为单身狗聚集的宿舍里 终于有人出息了 看来是我痴心妄想了 让你失望了 我都不知道雨晨长什么样 室友挑眉 别急 树定过会儿就能遇见 我大二她大四 咱们专业都不一样 我上哪个狱去 下课林打响 再去食堂的路上 我才想起有校园墙 校草不愧是校草 点进去后 最新的一条动态就是大义学妹 在捞她的联系方式 照片上的雨晨 场怀穿着淡蓝色的牛仔衬衫 斜跨着米白色的帆布包 青春又明朗 她站在树下 阳光露过树系 细碎的光落在她身上 嘴角的笑容让人沉醉 我的心脏砰砰跳着 仿佛要将胸腔震碎 雨晨同学 我的菜 同学好帅 我好爱 雨晨同学我的爱 木啊木啊木啊 我捧着手机咆哮 表情一会儿想哭一会儿想笑 声音比我爸叫平平还要夸张 室友翻了个白眼 得泪 欧文 我很确定你疯了 她说完 我的耳边 竖然想起一道月耳的声音 你是 欧文 我寻着声援望去 只见校园墙上的人 此刻距离 我不过一两米人 正惊喜地看着我 我身体一降 脱口而出 我去 雨晨 她天言一愣 随后含笑道 我刚才还有点不确定 没想到 真是你 我干巴巴回答 是 是我 想死 尴尬得想死 她肯定是听到了 毕竟我一时上头 旁若无人地叫了那么多声 越想越丢脸 我欲哭无泪地聚了一功后 拉着室友撒腿就跑 她在身后叫我 我打了个机灵 步子卖得更快了 猝不及防御到笑草 我连饭都吃不下了 室友扒拉着大米饭 口齿不清道 要我说啊 我就该这个小摊 给人算命去 我这张嘴一定开过光 说你会遇见雨晨 立马就遇见了 我瞬间回神 抓过她的肩膀晃了晃 大师 你快说雨晨会失忆 她会忘记我刚刚说过的蠢话 室友在我真挚的眼神中 艰难地咽下食物 一字一句认真说 雨晨会失忆 会忘记你刚刚说过的蠢话 很好 我郁闷的心情稍微好了点 我忽然想起最重要的一件事 还有还有 我会报复 室友 你会报复 事实证明 她的嘴之灵光了一次 她没失忆 她主动联系我 欧文同学 你跑什么 我嘴角一抽 你是故意问我 还是不小心 她笑说 我是在故意找话题 想和你聊天 播放这条语音时 我忘记没关阔音 室友听见后 筷子没拿住 巴搭掉在了地上 而我的脸红得像猴屁股 烫得像火山爆发 她好会 等牡丹花扛不住了 我亲了亲嗓子 试探道 宇晨同学 那么会说话 撩过不少小姑娘吧 她真诚道 没有 只撩过你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我爸的嘴巴也这样舔 我妈被她骗得晕头转向 最后 却以她出轨告终 她为了让我妈净身出户 甚至用我的监护权做威胁 想起那个男人我就生气 同时我也清醒过来 我还瞒着宇晨 一个天大的秘密呢 我握着手机 姗姗简简 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倒是宇晨先开了口 她语气正重道 抱歉 可能有些突然 但我没撒谎 我不想让你误会 我是轻挑随便的人 那倒不会 我只是觉得 她对我的态度转变得有些快 见面前 我们之间向朋友聊天 见面后 她一下子变成了一个追求者 我向来喜欢快刀斩乱嘛 问出一货后 她告诉我 我以前不知道 你就是我认识的那个人 她这样出众的长相 我看见过 就不可能忘 然而宇晨说见过我 我却丝毫没有印象 我缠着她问了好几次 她不愿意多说 非得让我自己想 我们俩有一句 没一句地发着消息 我情不自禁地挂着姨母笑 惹得室友对我竖起大拇指 她羡慕地说道 小文 你深藏不露啊 雨晨很高冷的 四年来没有一个女生 能入得了她的眼 你是第一个 我连声否认 不至于 不至于 她可能是有什么影集 在骗我呢 结果修了一下 语音条出现在了对话框中 完蛋 我刚才按着说话件 后半句话录得清清楚楚 我赶紧用单身二十年的手速撤回 但她还是听到了 欧文 我没有影集 我道 好的 我真的没有 好的 我懂 短短一天内 射死两次 无能的我 趴在床上 抱垂枕头 谁家好人说 别人有影集呀 我以后没脸见她了 她仿佛知道我的状态 她发了个狗头 劝我说 欧文 我知道你很尴尬 但你先别尴尬 该尴尬的是我 你走开 我红着脸打完字 室友在旁边看 逆时逃脱 吓出尖叫声 电光火时间 我猛然想到 这种游戏 可以快速增加 人和人的感情 最重要的是 我想看看她小鸟依人 于是 我不怀好意地提议 雨晨同学 作为说你坏话的补偿 我能请你出去玩吗 她飞快回我 可以 她答应后 我立刻开始上网搜索 A是最恐怖的密室在哪 怎么最大的展现 你有力 第二天 看了无数攻略 我心心满满地 站在密室门口 她看了看店名 又饶有深意地 看了看我 她说 这家的本子很恐怖 你确定要去 我知道啊 这是我千条万选 好不容易找到的 我看恐怖片 跟喝水差不多 这个绝对是小意思 可对雨晨就不一定了 想到马上就能看见 她被吓破胆 化作阴阴怪的模样 我迫不及待地 拉着她走了进去 戴好耳脉 游戏开始 在惊悚的音效声中 我们和一对情侣 进了两个不同的房间 我还没站稳脚步 身后的门 猛然被关上了 我吓得一颤 她却像什么事 都没发生一样 冷静地观察周围 寻找线索 红色的喜烛燃烧 我们慢慢走向 穿着婚服的NPC身边 房间里静悄悄的 在我伸手拿指定物品时 她突然抬起满是鲜血的脸 瞪着毛子看我 啊 我尖叫着 下意识地抱住雨晨的胳膊 她顺势抓住我的手 嗓音低沉道 别怕 我在 我点点头 脑袋贴紧她的身体 开始低头弯腰走着 结果黑暗中一只惨白的腿 出现在了地上 救命 大意了 这玩意是切身体会 比看恐怖片下人太多了 我连眼睛都不敢睁了 只能靠着她缓慢移动 门开了以后 耳脉里突然传来场控的声音 房间里的帅哥还在笑 下一个环节 你们得加把劲哈 我文言抬头看向雨晨 只见她唇角微扬 眼中满是得逞的笑意 原来是想看她害怕 现在怎么变成我了 我不服气地抵了迪雨晨 你笑什么呀 我们选的本来就是地狱模式 这下完了呀 她转头看我 我只是觉得某人的行为 太可爱了而已 在场的只有我和 妆容可怕的NPC 不可能是NPC 所以某人说的应该是我吧 想到这我的心脏漏了一拍 通电般泛起阵阵苏码 场控后知后觉 不好意思 切错频道了 接下来的路上 时不时会蹦出来刺激的东西 我全程像一只烧开的开水壶 结果难度最大的单线任务 还偏偏是我抽到的 雨晨此时正听从指令 坐在轿子里 我咽了咽口水 摸着墙壁去地下室 断了头的NPC 直勾勾地盯着我 任务里要拿的鞋就在他面前 我蹲在地上 缓慢移动 眼泪忍不住飙了出来 大哥 求你把鞋给我 大哥 求你把鞋给我 在我苦苦哀求无数次之后 NPC烦了 默默把鞋扔了过来 我拿起鞋 一口气跑上楼梯 定睛一看 雨晨伸出手在等我 她清澈的眼睛里一满温柔 浑身散发着坚定的力量 她像是一束光站在明亮处 我毫不犹豫地伸手抓住她 做得不错 她像哄孩子似的夸我 我的脸颊微热 脑袋里不由回想起 刚在底下祈求的 样 计划和现实天差的别 我没好气地问道 你真的一点也不害怕 她平静道 我之前在这家店当过NPC 我人傻了 愣在了原地 从头到尾 小丑竟然都是我自己 决定了 作为老板 我要法雨晨读100次 诚哥我爱你 回学校的公交车晃悠地行驶着 我们没有位置坐 我的身高还够不早调缓 我艰难地拉着扶手 她将我半圈在能保护得到的范围 却和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她白皙宽大的手上 因为用力凸起青筋 她总是很有分寸 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我不用担心因为站步而跌倒 更不用担心因为摔倒而被打一顿 我的眼眶酸色一片 有种想哭的冲动 大概是体会到了 来自除了我妈以外的关心和安全感了吧 车窗外的夜景 一针针地滑走 属于平平的手机提示音响起 打破了我观赏的好心情 我掏出手机 看都没看直接挂断了 我拿出的手机与常用的不一样 雨晨没感到奇怪 倒是一长串的备注吸引了她的注意 会被雷劈死的渣霸我不知道她看到了 自然也没看到她心疼我的眼神 到了宿舍 我筋疲力尽地瘫坐在椅子上 手机通知声传来 我有气无力地看了眼荧幕 眼睛瞬间瞪得像同龄 银行卡到账五万元 钱是我爸打给我的 而不是平平的 父母离婚以后 我和我爸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今天她破天荒给我钱 是出反常必有妖 我满肚子的疑问 正准备直接问她 我的后妈恰好打来了电话 她哭哭啼啼道 小文啊 你爸太过分了 她为了生儿子 天天逼着我扎针酒喝中药 本来备孕压力就大 她还骂我是不下蛋的母鸡 现在检验结果出来了 是她自己不能生 她竟然反过来想让我滚蛋 你帮我好好劝劝你爸爸 拜托你了我爸从前的出轨对象 现在是她的妻子 我不理解她为什么有脸 跑过来把我当作诉苦对象 甚至想让我帮她 她也配 不过我还是谢谢她告诉了我这么重要的消息 我冷漠地结束通话 酝酿好情绪 随即拨打了我爸的号码 喂 是小文吗 我爸此刻的声音 完全没有和平平说话时的影子 我反胃的心情稍微好受了一些 她像个慈父一样关心我 小文 在学校还好吗 以后缺钱的警管和爸爸说 成了我爸这辈子唯一的孩子 我只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掐了把大腿 喊道 爸呀 您打来的钱简直就是急事与 正好让我能怀上借同学的钱污 您不知道 我靠着借钱过日子 他们差点打死我 我只打雷不下雨地干嚎着 我爸沉默了会儿 开始安慰我 好了好了 是爸爸的不对 爸爸再给你打些过去 我感激替林道 谢谢爸 您是我唯一的爸 我爸又给我打了五万 我悄悄算了一下有二百一十万了 他和我说了一堆 无非就是说 血缘是割手不掉的 我们还是家人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当然了 我以后还等着继承他的遗产呢 我爸说到最后才小心翼翼地开口 小文 好久没回家了吧 要不寒假来家里住段时间 好啊 我一口答应了 他想和我联络感情 我正好想送他一份大礼 坐在候机室 我无聊地登上平平的账号 最新的一条 是我爸前两天写的一首藏头诗 我心一枯灰 爱山花木深 平根微着水 平静找桥开 一看就是网站生成的 因为我爸小学都没毕业 他根本不会写诗 我敷衍到 诚哥写得真好 我爸语音了回我 平平 哥想死你了 这几天 女儿身体怎么样 我可以和你开视频吗 我回到 他去世了 不好意思啊 诚哥 我状态不是很好 对不起啊 我真该死 他的反应有点好笑 我勾了勾唇脚 之后没有再理他 登上了飞机 回到充满回忆的家 我爸平日 盛气凌人的脸上 难得有了紧张和期盼的情绪 一生都在求儿子的人 最后求而不得 想想这种落差感 我由衷替我爸感到高兴 他接过我的箱子 轻易地揽住我的肩膀 我用余光扫了一眼 幅度明显地动了 动肩上胯的包 我说 爸 你看这包好看吗 我爸不明所以打量了一下 评价道 好看 我的女儿背什么都好看 这可是 他买给平婷的 他居然没认出来 我爸是真的想要讨好我 从来没进过厨房的人 今天下厨 做了好几个菜 他献保时地介绍起来 我顺着看过去 只觉得 卖相属实不怎么样 后妈只比我大六岁 她咬着筷子 坐在我对面 不解道 小文 吃饭怎么不把包拿下去啊 网恋对象给我买的 我舍不得拿 后妈尴尬地笑了笑 小文长大了 都谈恋爱了 我爸听到我网恋有些不高兴 网上的人不可信 你小心被骗了 赶紧给我分手 他指了指我 继续道 吃饭还背着包 这像什么话 哪个女孩子像你这样 我装作顺从地走向房间 放下身上的包后 又换了一个 顺便穿上了很有年龄感的高跟鞋 哒哒的脚步声响起 我爸和后妈不约而同地看向我 我拍了拍身上的拖拖包 身腿展示脚上黑色的漆皮鞋 我爸像是想起了什么 他神色慌张 吸动着唇不说话 我的后妈嫌弃地斜了一下唇角 哎呦 你今天背的包和鞋 都像中年女人的 我爸面色一沉 艰难地发出声音 你 你这些东西哪来的 我眨眨眼睛 语气愉悦倒 网恋对象送的 爸呀 您是不知道呀 中年老男人的钱是真好骗 后妈惊掉了下巴 我无所谓的摆摆手 看着她说 没什么好惊讶的 你插足别人家庭 我爸出轨家暴 抛弃气子 而我网恋诈骗 我们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呀 我爸脸色黑得吓人 板着脸不说话 我拿出手机 点击发送早已经准备好的诗句 我被聊书一笑瞳 爱山堂前花作丛 成名不遂双经远 歌疏开辐射高艳 当然 是生成气生成的 为了故意气我爸而已 他盯着荧幕上的字 眼睛红得快滴出血了 后妈搞不清 我们在说什么 只能一脸懵地看着我们 我觉得差不多了 开始摆烂 爸 你要是想报警就报吧 您就我一个女儿 反正我进去以后 周围人的指指点点 我又听不到 反正后代不能考工 我结婚生子也没意思了 咱们老欧家的香火 可就断了呀 我爸捂着胸口 立声打断我 你滚 好嘞 等了一整个寒假 我爸那边丝毫没有动静 于是我将 平庭的微信号注销了 当时想用网链 报复我爸 是正巧看到了 不少中年人网链被骗 没想到 他的确挺好骗的 奥奥文 雨晨温柔地叫着我 我从手机中抬头扬起笑 对提着早饭的他挥了挥手 他将早饭递过来 我打开纸袋一看 里面有水煎包 小笼包 酸菜馅蒸饺 还有鸡丝汤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吃的东西 我疑惑地看着他 他狡黠地笑了笑 我说过 很久以前就认识你 我承认我长得漂亮 雨晨可能在以前 就对我一见钟情 但我还是希望他喜欢我的内在 我叹气到 长得太美也是一种罪 你喜欢的果然是我的脸 他哭笑不得 喜欢你的变态 不可以吗 咦 口味真重 我嫌弃地瞟了他一眼 没想到他反而骄傲了起来 能给你配小奶狗起床闹铃 还有奥特曼大战皮卡丘的 恐怕只有我了 我眨了眨眼 问道 我看你挺乐在其中的 那你到底喜不喜欢呀 喜欢 他宠溺地望着我 目光中满是暖意 男生和女生的宿舍 一个在学校的最西边 一个在学校的最东边 虽然寒假过了 但还是很冷的 特别是南方没有暖气的冬天 他大早上不睡觉给我送早饭 欢喜过后便是铺天盖地地过意不去 我垂下眼睛 轻声道 下次别送了 我受之有愧 他微微一笑 怎么 拿不出实习证明 我动了动唇角 从睡衣口袋拿出 早已经准备好的实习证明 他一正随后有些惊慌道 欧文 我是在说笑 你生日生气了 我摇了摇头 支支吾吾地开口 没有 我是想告诉你 一直以来 我都在骗你 他文言松了一口气 我还以为你讨厌我 想赶我走 嗯 我脑袋一蒙 合住校草是个恋爱脑 怪不得最近学校都挖不到野菜了 严肃的氛围差点被破坏 我赶紧认真道 招聘你配音 其实是为了扮成中年女人 和我爸网恋 他因侧侧一笑 为了报仇是吧 他好像知道些什么 在我不解又诧异的眼神中 他缓声道 傻子 你早说还能省个五千 我免费帮你 说完 他问我 报仇有被发现吗 我点点头 又摇了摇头 将事情的大概告诉了他 他叹了声 有了你的模拟实验 你爸以后 网恋再也不会被骗了 我有些烦闷的心情 被他一说好了不少 我哭笑不得的仰头看他 这么说 我爸还得感谢我了 他耸了耸肩 眼底划过笑意 我也该感谢你 让我知道 不要随便给陌生人转账的重要性 我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 你不觉得毁三观吗 我见证过你受的苦难 所以理解你 话罢 他曲起手指淡了下我的脑门 我下意识地伸手捂住脑袋 脑海中骤然闪过一些片段 我想起来了 他是和我一起睡过桥洞的那个男生 我妈是远嫁 在我爸住的城市举目无亲 被我爸赶出来后 我和他去过银行和商场 还有便利店 但这些地方待久了 无意例外都会被赶出来 无奈之下 我们只能睡到相对能遮风挡雨的桥洞 滴水成冰的冬夜 我和我妈穿着单薄的毛衣 抱在一起瑟瑟发抖 是睡在角落的雨晨给了一条棉被 我们才没在亲戚来接济前被冻死 那时他捧头垢面又极度销售 我真的没有认出 眼前意气风发的男生是他 毕竟谁能将流浪汉和校草联系在一起呢 我记得雨晨提过 他打工不成 反而被黑心老板骗光了钱 所以只能带着行李室在桥洞 白天再去快递公司兼职 残回学校的车票钱 我和我妈离开之前 她温和地谈了下我的脑袋 鼓励我不管怎么样都要好好生活 我望着眼前的瘦高男孩 流着泪抱住了她 她说我受过苦难 她又何尝不是呢 生活二十年的家 结果是假的 她是被拐卖的孩子 可养父母却不愿意告诉她任何线索 所以她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 踏上了寻找亲生父母的路 我靠在她怀里 哽咽地问她 雨晨 那你找到家了吗 她嘴角微翘 语气轻快道 找到了 他们也一直在找我 我还有个妹妹在南大上学 听到他们是双向奔赴 我深吸了一口气 慢慢停止了哭泣 天空洋洋洒洒落下雪花 这可能是今年冬天的最后一场雪了 冷吗 雨晨担心地看着我 我蹭了蹭她暖和的胸膛 眯起眼睛道 有你在就不冷了 话虽这样说 穿了一件珊瑚绒睡衣的我 还是不由自主地打个寒颤 她颇吃笑了出来 替我戴上挂着托儿朵的连衣帽后 又替我擦起眼角残余的泪水 她说欧文怕你早凉 但我实在等不了了 我想问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我的脸在听见这话的那一秒 仿佛一下掉进了红酒中 染了个通红 可以 我小声地回应她 雨晨却觉得不够 低头在我额头真重地印下一吻 她温暖的手掌 捧着我的脸颊 清凉的眼睛里只容得吓我一人 微凉的雪花落在眉睫 我惊觉 我和雨晨的相遇在冬日 从逢其时也在冬日 而我们来日方长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